Hello 大家好 早晨 來到第12集的CEO New Age Wow Hello 這個錄音室有我八兵 有天明 還有New Age姐姐 還有這個特別嘉賓 是啊 就是在這裡的特別嘉賓 就是高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臨開咪之前 高人回到辦公室 而我們在Patreon的環節 我們是有介紹過《靈魂奇遇》的這部戲 所以見到適合嘴型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和天明都沒有看過這部戲 對 整個月了 搞錯了 所以高人可以分享一下 放心 如果有加入Patreon的朋友 就放心 我們是不會說裡面的內容 你有聽過也知道 真的不能說 不能說的 在大氣電波上很難去說內容 所以大家想知道的 記得加入Patreon 記得加入Patreon 好 我們正式開始 這個《靈魂奇遇記》 其實這次的題目是《靈魂奇遇記》的補原計劃 很厲害 因為我看《靈魂奇遇記》的時候 有我對New Age的想法去看 你這樣演繹嗎 你這樣表達嗎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方向去看這件事 是的 很New Age的 很多手法都 當然我身為New Age的 當然我會用New Age的角度去看 最普通的演繹 是說主角是一次憑死的經驗 是一個靈魂的冒險故事 是的 當中有很多叫做靈魂學 宗教 或者是哲學的元素在裏面 當然首先你要假設有靈魂先 經歷生理死亡之後 靈魂去的世界 不是灰飛煙滅 透過靈媒或者是通靈可以溝通 然後再投胎 透過催眠去找回前世的記憶去破案 都有這些類似的東西 是 然後一路看的時候 我都看過英文版和廣東話版 英文版位是舒暢一點的 當然我沒有高人的角度 是說音符那些東西 因為我不懂得惡理那些 完全是零 是的 他很多音樂術語 平常用音樂術語 都是用英文講的 音響測試 很少有音響測試 音響是中文是音響測試 是的 7點音響測試 是這樣的 然後我聽到《Great Beyond》的時候 就覺得 哇 看來很棒 他用這些字都很誇張 他看得出是有雕奪的 是的 特意先比開宗教 沒錯 剛才你講的憑死經驗很適合 他一下來畫面 那個白色隧道 他用這個方法來呈現了 平時憑死經驗的共同經歷 是的 就是記得大家死後要向光走 是的 見到白光 他就要去 他見到其他靈魂吸進去 其實我一邊看的時候 有個奇怪的問號 他問路人 那些老人 那些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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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說你死了 如果是他們的靈魂設定 是每一世 他怎知道我死了 嗯 你覺得這個就沒辦法了 卡洞片呈現了 沒錯 而且我挺喜歡他的靈魂進去隧道的時候 有個電流聲 是 折一聲 每次都是有東西 他開這個 是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有感受呢 因為我很喜歡Twin Peaks 在Twin Peaks裡面 Agent Cooper 他在黑色隧道回到現實的時候 他的靈魂回來的現實的時候 有個轉折 都是透過電流 哦 是 他插著插頭 一會兒就回來 是 啊 接著 我聽到這個 叫做 老人會這樣說的時候 就是他們經歷過 或者是 那些老人文化上面 是相信這件事 就是他們不是一個全新的靈魂 第一次死 是啊 他們是不同信仰 不同語言 全部都是 去同一個地方 是 我知道的 因為這件事太複雜 電影方面 就不想太複雜 就直接寫 靈魂回到源頭 就算了 嗯 當然他不同的圍道 就是用了不同的幾何空間去表達 都是難做的 我都覺得是挺難表達的 他都表達不錯 是啊 是啊 有讀者問我 圍道的空間 是不是順序去玩 當然不是順序 圍道的空間 同時存在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電影真的用了短短的幾個畫面 去達到圍道的跳躍 是非常精彩的 嗯 活得有精彩 或者有成就的靈魂 暫時就會留在靈魂先修班上 去教一些新的靈魂 怎樣找火花 嗯 是最簡單的一個演繹狀態 嗯 然後我想補回究竟錯誤了什麼項目 我會說每個人都是靈魂的N分之一的源頭 嗯 然後也是神的分身 大家大部份的能量都在上面 因為一個肉身承受不了這麼大的能量 所以是不會整個叫做全包裝 想掉到一個人的肉身裡面 也可以隨時翻上iCloud 去找一些資料 藍圖 或者是攻略的 你覺得他用Number來編號的靈魂 會不會是隱約說這件事呢 對我來說是他想大家認知大家有多少個 哦 即是那個能源是無窮大的 他會回到那個什麼 不知道幾多萬億的靈魂 就是代表他可以分拆這麼多靈魂出來 因為我想編號他不給名的靈魂 可能會隱喻說那個靈魂是一個源頭 然後拆開那些靈魂概念 那我就唯有用N分之一 因為我之前曾經有說靈魂那一集有說 我們是每個靈魂的 現在這個肉身的大概20-30%左右 可能應該再少一點 可能至少1-5%左右 但是百分之不重要 那麼每個靈魂死後經過的 靈魂檢討委員會 將自己的經驗值 也免費就要 Gaga 過続逛 在我眼中 看來我覺得像是 川 executive 鷹鷹的映婚身 回到主人 驚醒了 然後驚醒了 曾經 от今世自己 遂忘了些什麼 比如遂忘了吃哪一款披薩 他們這須提及披薩 今天殺了一些人 Lotta 有些人很心急 於是我死了之後 被累盡了翅膀 然後就可以上升了 然後已經屍了 那究竟是何時投胎 或者是 要隔了十多二十年,地球年份才來投胎 每個靈魂的準則都不一樣 委員會安排,人生性格特質,人物關係,需要的肉身 當然電影沒有說到 他也會因此喝完萬婆湯,再演繹變成一個全新的靈魂去投胎 去體現自己設定的人生 這就是大概靈魂其餘會玩的東西 而我再覺得他未夠豐富補償這件事 即是他有一個自己設定的人生 這個很混亂,簡直是同一件事 都說他的那個界,即是叫Astro,不知什麼 就是星光界 然後就是為什麼要失憶,去扮演一個全新的靈魂去體驗 就是不想你們將過去小的陰影 或者新的創傷,大落今世 之前說了這麼多集的情緒 其實大家都知道痛苦的回憶是黑骨銘心 或者死不去的話,亦都會是成長隊 不會因此而死去的話,就是成長最多的元素 其中有一個很經典的台詞 我一直聽的時候,22號說的時候,我都黑了一聲 他說,這女不能摧毀靈魂,那是人世間的用途 然後我就說,是人世間才會摧毀靈魂 你不會以為真的要生要死,這方面的東西 這個就是22號隔岸觀火,看了這麼多年得到的結論 所以他一直都很懼怕,投身變成一個地球人 比上我都害怕的 我們都很理解 身為老靈魂去理解,之後會講老靈魂的了 開一集說 老靈魂即是甚麼,投過拖很多次的人 很多,很有老經驗的老屁股 怎知自己是不是這些靈魂 會有一個測試給大家看 哦 期待大家 期待期待 靈魂導師,就是用一個幾何圖形去描述其他圍道的角色 有很多人問我,究竟你那個指導靈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看不到他的 其中有一次,我跟別人頻道,他的朋友的靈視力比較高一點 他就說,我的指導靈是一隻日本達摩祖師的樣子 很獨立,然後我看不到 然後他就說,很有權威 然後,也有趣的Pixar去玩這個靈魂導師 是用幾何圖形去勾畫這些導師 我會覺得他表達得精妙之處 還有,是Anne的Magerry,就是泰利老師 其實上面不是太關注我們怎樣稱呼他們 所以他說,那個導師就說,你叫我泰利可以了 旁邊有一個人,你也是叫我泰利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他不用太理在乎,你叫他去佛祖還是耶穌 只不過是上面的人 可以這樣說 所以,有些靈魂會說,他們能頻道到一個靈魂團體 或者是沒有一輩子地球的名稱 例如我會喜歡看的蔡詩一樣 他說他曾經是地球小的,即管叫我蔡詩 其實沒有所謂的 那個有個叫做謝利的,執著一點點的靈魂導師 在我眼中是電影上代表執著的角色 他負責去找主角的靈魂資料 即是他會翻查了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其實就是去了阿卡西記錄 然後我一直看,嘩,這個資料庫 不是用手查的,阿卡西 然後那個老師就是慢慢用手查 查那個男主角遺留那位靈魂 因為他自己偷走了出去,不想去死 然後呢,其實每個靈魂導師都很有自己的性格 你要去逐個發掘 然後謝利落到物質界,去捉回主角 他又是藏在自己的幾何圖形裏 我看上去都會覺得,咦,你又這樣演繹? 其實因為我們玩New Asia 其實經常會呈現很多神聖幾何的標誌 所以我為什麼會覺得這套戲非常New Asia 亦都在神聖幾何裡面找到靈性的存在 靈性的組織裡面 不過還未解讀到 死後的教導新靈魂的導師 有些不是說剛剛死了的靈魂 都是保持著人形的狀態 保持著人靈的狀態 其實是他們還未脫離到他剛剛過去世的人物角色 當然他們用他們的人生經驗 EXP去教導新的靈魂 在我眼中是個人的人生結算 檢討和方向的過程 看看他們的Hall of You 他們說是每個人的人生的殿堂 有什麼叫紀念碑 主角看回自己的人生紀念碑的時候 就只剩下很沒價值的東西 就覺得自己浪費了自己人生 其實這件事每個靈魂都需要做 不一定有偉大的人生 即是很有目標很有火花的人才要做 即是教導放下經驗EXP的過程 當靈魂成長到一個級別 就可以上位變成靈魂導師 可以在幾何的形態 或者是人形的姿態出現 看看你本身靈魂的喜好 哇 一輪嘴說了那麼多話 聽不懂 高人明白嗎 他看了戲嘛 厲害 你們不看 果然是高人 好 然後我們剛好延續的戲 去到下一個階段 去到主角去到大陸前面 去玩些什麼 就是靈魂先修班 就是主角如何跟22號相遇 其實我覺得他在這裡綁得非常簡潔 也太過 太過 太過 我覺得不夠厚 嗯 嗯 因為是 就這樣看下去 要怎樣去投胎 拿那個人生通行證 下來地球 就要搜集六個人格 加隻火花 就可以飛到下來 嗯 統一地說靈魂是由一個源頭生出來 每個新的靈魂 完了一輩子就回去白光 很簡單地去設定這件事 是啊 他完全沒有說到 為什麼選擇這個人格 就是給一個 這個人格是用來成就他人生什麼的意義 就是無緣無故被靈魂導師 放進他的培訓室裡 走出來說 得到一個妒忌人格 是太過簡單 完全沒有說 怎樣選擇這輩子的家庭成員 投胎去地球哪裏 哪個年代 安排哪個指導靈協助 這些完全沒有說過 嗯 嗯 然後因為電影真的 說每個靈魂得一輩子 就簡單很多地演繹 真的覺得不夠厚 對我來說 他很簡單 他沒有人法太複雜 始終是 他也是Pixer 對我小朋友 但是很多小朋友說 看得不夠人 不夠人 我都覺得Inside Out 如果你說劇情的話 對 如果要追蹤劇情的起承轉合 以一套戲 以氣論戲來講 Inside Out 比較好看 其實每個靈魂都有一定 嘗試過 做父母 或者別形的子女 兄弟朋友 越多經驗的靈魂 就代表是老靈魂 即是說今世我媽媽可能是上一世我兒子 靈魂是沒有分性別的 22號可以隨意扮演其他性別的語氣 即是靈魂是沒有性別的 即是下來第三位的遊戲設定 是需要我們有一個二元選擇的皮囊 即是男還是女 因為每個靈魂都需要每個角色扮演一次 就像是暴露年齡系列 暴露年齡系列 是玩大航海時代 你今世做過海盜 下世做商人 你要演繹所有角色才能打爆機 然後你就可以變成一個遊戲的開發員 去創造自己的宇宙 成為一個自己的神 嗯 這些是再新年齡系列 即是靈魂升級的狀態 是的 大家都正在升級的 先不要說太遠了 回到電影裏 那個叫做萬物堂 Hall of Everything 就是一個電影設定 這個是模擬地球生活 讓你嘗試所有東西 嘗試去做廚師 吃Pizza 但所有東西都沒有感覺 沒有誤感 是 一個沒有誤感的地方 是 我會覺得它未夠詳細去講 究竟這個萬物堂還有什麼功能 其實有很多功能 是的 它裡面很多都沒有說 相比Inside Out的腦 很有依據 是的 這個就沒有什麼 是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寫份稿的時候 突然想起 小時候不是玩遊戲的 以前 當然我那個年代 就沒有什麼叫做遊戲機的東西 就是會玩煮飯仔 收銀 飛車 積木 或者幫衣服 公仔換衣服 那些東西 就是一個令你激發創意的 萬物堂的延伸版款 嗯 小朋友玩也是 對呀 遊戲是很重要的 對呀 對呀 學玩就是 對 雖然現在打遊戲機 也可以引發創意 在我眼中 GTA也可以玩得很爽 但是我會說 是限制在遊戲開發者的 宇宙觀之中 限制很多 最近我很喜歡玩COC 就發現這些TRPG 和你打一隻RPG 那個自由度 真的差太遠 所以你自己想出來 也都無端端感到唏噓 是不是這一代的小朋友 因為這樣 而抹殺了他們的創意 嗯 做夢或入定都可以去到萬物堂的地方 去到宋 宋 宋和萬物堂是同一個地方 或者Astro Place 都是同一個地方 是 去搓模擬組合版本出來 其實現世間有很多人這樣做 Tesla 不是現代Tesla 不是現代Tesla 是現代Tesla的老闆 Tesla Nikolas Tesla 然後是達文西 Sleep Jobs 都是在那裏 插桌鏈回來的 不過他再嘗試將它現實化 啊 Sleep Jobs 有用的LSD 是嗎 是啊 有啊 是什麼時刻 抗淡的時候 不是 很早年 他用完之後 看東西都不同了 也是那些說法 然後他聲稱自己有名相 他說自己有的 一直去西藏 有所謂的修行 是印度嗎 尼泊爾那些 有去過 我看Sleep Jobs的自傳 很有名的那本 我印象是沒有提的 但應該他在其他地方有提過 他是有冥想的 我有印象 對他來說很重要 但他有說是一堆矽谷都會 有 一堆矽谷都會 潮流興 很多演員都有冥想 很多演員都有冥想 都有用 他都說叫大家看那一套 有好運動 在Netflix的 那一套紀錄片 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 然後幾年前 其實現實世界中都有 不要我們不像Steve Jobs那麼厲害 也好 幾年前想過的想法 其實是在夢裡面 年紀裡面拿到的想法 然後其中有人落實去實現 成果出現了 展現了 還要賣到錢 你就會說 其實我幾年前都想過這件事 這就是你在萬物堂上 插一些想法 所以大家可以做多些冥想 就是去那裏找資料去玩 其實是可以的 現實化的途中 當然是最容易迷失 因為意識的空間 一想就有 以及將那個概念落實出來 在物質界的中間 經過多少個政治層面 經濟層面 社會層面的否定 一否定的時候 如果你的信念這麼堅持的時候 你就可以真真正正達到 你的人生的目標 可以這樣說 嗯 接著這個叫做地球 物質界 地球是一個關卡豐富的遊樂場 可以這樣說 新投胎的靈魂至少 要兩三年的地球年 去適應這個肉身 在那個電影裡面 那個22號 自己好像叫做上身 在他主角的靈魂裡面 走到兩步 應該這樣說 過了幾個小時 就可以走到路 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嗯 因為你控制一個阿叔的肉身 是不容易的 一個不懂得控制 物質界的靈魂 是不可以控制一個阿叔的身體 嗯 正如定真志 入到初號機 我不會控制 類似 因為你的靈魂和肉身的同步率不夠高 你不是那麼容易控制到 接著 也會有說 應該這樣說 有些叫做靈魂的walk-in 就是在我們玩靈異界的時候 會有說過 這些之後再說 嗯 那會不會那麼容易 是真的不會那麼容易操控到一個大叔的身體 嗯 一個年輕的靈魂 不會投胎到一個人口密度那麼高的地方 年輕靈魂 下次再說 嗯 因為年輕的靈魂 未必可以同時處理太多信息 就好像 22日出了紐約大街之後 會覺得很辛苦 很吵 爆光 因為你太多資訊 同時灌輸在他身上 他是連走路都可以走到 所以是非常辛苦 所以要慢慢一步一步來 嗯 講到the zone 就是一個叫做星光界的旅行 其實除了LSD之外 其實做療與冥想 或者夢出體 或者是入定的狀態 都可以進入到這個 zone的地方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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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是哭得那麼快 他也是那句 這個迪士尼大膽 有多大膽就聽一下 我公眾的地方不講 有多大膽 在靈界的時間觀是不一樣的 你好像在裡面過了好幾十年之後 其實在日間的界 只不過過了一個多小時 嗯 所以你好像以為 發夢會發了很久 其實只不過是剛剛半小時 嗯 有時也會在the zone的時候 你可以發夢連機 你能夠跟其他靈魂相遇 相撞 或者是叫做brainstorm 嗯 或者是看到指導靈 在 zone的叫做念 想頭很重要 因為一想就會馬上出現 嗯 指導靈要我們看的資訊 遲少少就會在現實世界中會見到 就好像是你會感覺到一些危險 磁塵相識 嗯 首先你要有那個覺察力去抓住這些叫做signal 嗯 然後的時候 也可以在那個 zone看到平行時空的自己 嗯 當迷失的靈魂 不一定會在 zone裡 會用靈魂碎片的方式 投射在當時人執著的事情裡面 就不會像動畫化一樣 呈現了它變成一塊怪物的東西 不會這樣 嗯 嗯 又是一些籠統的東西 火花不等於人生意義 最後一部戲也是說的 火花是你熱衝的東西 熱情的東西 或者是 那個人有沒有聽過Baha 有聽過 是甚麼 外星人Baha 是 光頭佬 這個樣子很囂張的光頭佬 你說一下它是甚麼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是一些靈性大師 通靈之後就在說話 是的 它是通靈了不知甚麼的星塵的靈魂體系 然後就會叫大家問問題的時候 它就會回答了很多東西 然後它回答其他迷失的朋友的問題 它都經常說的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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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的感覺就是 像這個火花 嗯嗯嗯 目標只不過是一個大方向 過程途中 經歷所有引發的情緒 感動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嗯 那就是說 當見那個理髮師 國家理髮師 是的 主角以為是退而求其次的工作 因為本身他想學的是獸醫的 然後呢 他怎知道做了理髮師很多年了 嗯 當他在工作上找到他的 passion 自然會找到生意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大排長龍的理髮師 嗯 找到自己的發揮 或者是成長的空間 最終理髮師的熱情就是 他跟不同人的接觸 或者是將他的技術發揮 嗯 所以職業只不過是一個場所或者平台 嗯 不一定要是這麼介懷 我究竟是做一個甚麼工作 是的 最後就是劏人也可以 是的 對這個理髮師來說 這個人肉漢堡包 是的 劏完之後用來做劏 是的 同時人生難得 雖然我之前常說 做不到就下世才做 但是如果前世 現世 或者未來世 是同時發生 嗯 你現在的覺悟 同時是影響著每一世的你 嗯 現在你都可以 嗯 也都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都被其他世影響著的話 那你還想不想提升呢 你們想想進步呢 嗯 也有讀者問我 是否一定要提升到某個維度 之前也有說 第五個維度我就不用受苦受懶 很開心呢 不要為了提升維度 這個目的 而忘記了你身處的是現在 嗯 忘記了每個當下 每個呼吸的感動 嗯 大致上是這樣 一論嘴說了 就是 但是要有個自覺 或者要自己去審視自己 有沒有去提升個維度 或者提升自己 是很複雜的那些 首先你要受傷 受傷受創 首先你不要想著提不提升 受過傷才知道要堅強 你受過傷才會反省 嗯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會問 很多我的客戶 你本身經歷過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走來找我 總會有些事情發生 這樣 這樣會把他們的事情 嗯 所以 其實就算是沒有一個 叫做非常黑骨銘心的創傷 你可以透過看電影 或者看很多東西 Netflix有很多好東西看 嗯 去引發你對自己自我的反思 哦 那大家要看寶寨Horsman 是很想創傷的 是啊 我看過頭一兩集 都已經講他 很創傷 講他什麼演員生涯 看到人物裡面的創傷的時候 你就會很慶幸一點 我不用自己承受 哦 這樣的嗎 我是的 不好意思 哦 也好一點 有時候 如果我 當然我自己想的時候 如果我經歷這些 因為我有時候 看命看得多的時候 如果我經歷這些事情 我會怎樣處理呢 這樣 哇 很多這些 一想就說 你很難靠 是啊 是啊 你有一陣子 給別人的命 讓你走 大哥 真的很難靠 我看得命多 有時候我類比 嘩嘩嘩嘩 這樣 是啊 例如 可能家人 可能我有這樣去嘗試過 究竟如果我爸爸 如果我媽媽 有這些經歷 我應該傻了 應該瘋了 應該瘋了 嗯 是啊 現在你在說什麼 我還沒解 你想像人家 如果我浪費這樣的家庭 我一定 要不就斬死他們 要不就去哪裡 斬死他們 再自殺 斬死他們再自殺 真的有機會 很瘋癲 現在回想起 因為當時我過的 我是童年 我是沒有任何背景 沒有任何根據 這樣去過 我不會特別過得苦 因為我的人生 一直都這樣 沒有比較 沒有相愛 但我爸媽不同 我心想 挺好的 想起我爸媽 為何我可以過得 那些日子都不算是開玩笑 嗯 是啊 所以我New Age 喜歡看書 喜歡看別人的傳記 或者喜歡看劇集 就是類比自己的人生 可以怎樣去扭轉 或者是可以怎樣去彈性 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是跳開一點點 我最近有最深刻的例子 就是我看這個林肯傳 林肯呢 他年輕 不知道他有多愛他老婆 那樣 好想法又死了 第二天 好想法又死了 哇 天殺天性 每次都不加殘功 除了自己 對 很恐怖 最後他自己也死了 哇 怎麼知道 都很多年後 死了很多個老婆 好像死了兩個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還是很身邊的人 還是死了兩個女兒 就是很身邊的人 死完又死 死完又死 哇 你怎麼撐 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位置 就是他從來那些演講演說 他要銷售自己 但他從來都不會提這些東西 他年輕的時候很窮 即是不用矯情 不矯情 他年輕不會說自己多窮 他也不會說自己多慘 即是自不提 剛剛看到龍門老闆 是要看醫生 昨晚都不記得 老婆 扮憶惑家產 這裏也要說一說 不行 真的要說一說 他是被撿達利上門清的老母 那好論多個月沒有交租 一啦 好論多個月沒有交租 第二他肯定知道自己要撿 但是大家 如果要記得 上個月還在賣飯卷 在賣飯卷 在賣飯卷 還是賣飯票 簡單來說 他肯定知道自己會撿 他肯定知道 他不能夠提供飯的餐給你 然後要你買 即是叫國和青 還有兩間 國和青 國韭菜 真是在陣頭 正在高急 他現在還要說 哎呀好抑鬱 所以有時候事情不是要自己發生 你可以透過吃花生的狀態去看 看看自己有沒有同理心去理解 他會發生什麼事 可以這樣說 真是癡癮 然後要怎樣演繹自己 如果是我會怎樣 當然是國里韭菜 如果我是齊信會怎樣 我也有問自己 把另一顆 對 高人你怎樣看 如果你是齊信 就已經坐勇 對 對 沒錯 但是這一首是Mr 對 那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捧啊姜濤 嚇死 對 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 即是你坐勇 至少幾億身家以上 但是有個大小的老婆 有個大小的老婆 有個大小的老婆 還有什麼 老婆繼續穿Nike 我叫她不來 其實要想真點 我割了Adidas沒用的 我老婆繼續穿 我有我的態度 我按不到我老婆穿什麼衣服 這些就是Adidas和Nike的態度 對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 他不明白這麼快過來做什麼 你明知道你老婆是在喊東西 我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陳奕信這麼快刮頭出來 對 而且他是終身代言 我懷疑他是不是這些大陸的經理人事務 已經是代理了給一間公司 有機會 那些公司一聽到什麼 就直接招出來 對 完全不關他的事 這件事 應該他的小編都是copy and paste 這個是大陸人經理人 大陸人這些公司 和他本身的PRO 那個管理不是陳奕信 對 為什麼不是 應該不同 應該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登入 是啊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出事 然後就拍到他抱著頭 坐著車子 在那一輛車子 這樣很好 很好 不知怎麼辦 大陸人陪六千萬港幣 是啊 但是他簽回李寧 那是 黨不會忘記他的 是啊 這些位置就是 看你怎樣 當然有人說 他不做 他整個團隊 跟他搵食的人 全部都會失業 那你又會怎樣選擇 什麼 對啊 怎麼選擇 我沒有選擇 我已經沒有選擇 你還可以選擇 其實我是一個有人道 沒用 你現在再說 你當你是羅家英的微博 那一卡是你自己控制的 我不想做周八豪 你明白嗎 周八豪兩面不是人 兩面不是人 就是抱著中國 只要一起死 現在沒有辦法了 好像十一那些 那些 打完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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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起死了 我以為一塊就一塊 那到你了 我覺得是 即是可以回頭 當然當然是回頭 但是現在不能回頭 要怎樣呢 不能回頭 不能回頭 慘 類似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看電影 都會喜歡看一些 有啟發性的電影 還有一套 這個Will Smith那一套 做銷售士那一套 董幸福來敲你的門 幸福來敲門那一套 救人七名 不是救人七名 不是救人七名 他是捧著兒子 親生兒子 躲在公廁上 現在的親生兒子的樣子老 是屎物夫 是嗎 不知道 這套戲也是我代入得很深 因為當時是銷售士 是嗎 是啊 但是有啊 他就倒進了兒子裡 我還沒有兒子 你想想你窮到要跟人 去爭入教會 或教堂睡一晚 天天要排隊 你還要坐貨 坐在那裡的垃圾 還要被人偷了 老婆就走了 那些位置真是 你的嘴子真是 看得到 但是這件事 他最糟糕的位置是什麼呢 是現實世界真的可能發生 不是啊 他真人真事改變的 不是啊 現時看回 你也是會 繼續在社會上 會啊 絕對會發生這件事 當樓裡面也很多的 是啊 還要他這些是寫實到的位置 是沒錯啊 你就是一指錯入錯課 最不需要的就是那位是Will Smith 你知道那位Will Smith一定沒事 一定沒事 他最後跟一隻狗一起度過了餘生 還有打喪屍 其實透過看其他電影 如果你有反思的時候 你就不一定要在現實世界中 面對這些痛苦 就是一個小小的預告 如果我假設是不小心去這些位置 我應該要怎樣去對策呢 那你也可以想想一下 他的告解就是不要全入課 沒有人記得入那麼多的 你們還是有這些結論 就是不要全入課 看清楚 你入課不要緊 沒有人叫你按摩屋 所有錢都入貨 都入貨的 不用要那麼盡壓 大感激 還有把兒子推給老婆養 對 這樣也要爭撫養權 怎麼爭到 應該是他老婆不要的 但他老婆穩定職業做護士 就是了 為什麼要這樣不要老公呢 冷血就行 對 還有大眼認識人 對 這個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找另一半 很多時候可能大家是嘻嘻哈哈 但結婚你真的要找一個可以共患難的 這個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可以跟你共富貴 共患難也很少 深感受啊 白平 所以大家真的要找一個可以跟你共患難的女朋友 其實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而且白平的故事是曾經共過富貴 再共患難其實真的很困難 因為認識我們時候富貴 即是未富貴過就還是可 他認識我們時候富貴 大哥去旅行又住溫泉酒店 有什麼好處 總之我挺不錯的 就是側身戶 當然不是富豪 總之衣食一定無憂 曾經 曾經 即是要共一共患難這一下也很重要 我覺得 對 但問題是你現在很難有患難的 現在不是很難的嗎 不過個個層面不同少少 又不需要去到黑食才叫什麼 每天要面對著言論自由 都會壓迫 對 對 對 每次都被插邊插邊 那怎麼辦 剛剛那個人說什麼言論自由 壓迫有些 你看我十隻手指都在插邊 就不夠慘 不是的 我家人在家裡的時候 突然一會一會門鐘響 我會心慌的 我也會 我是真的會害怕的 我也害怕 今天一天國安 Kylie的門 我是國安 所以不是有壓迫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拍個趕霸吧 別人是Donna Bull來敲門 我們是Donna Bull來敲門 我們是Donna Bull來敲門 OK 是啊 我們一定會說高人 才是幕後黑手 控制了我們兩個 沒有人不會相信的 那些國安 對 什麼事啊 所以這個是 看不同的電影是 我廣漏了我最近最深刻 是這個Sense 你代入裡面的八個主角 你再看到這個深層國家 如何去武控不入去追擊你 好銷路啊不行 這套 這套真的要看 這套 很溫馳這套 但是也是一個考記憶力的電子機 是啊很銷路不行 是銷路的 都真的算銷的 還好啦 是還好的 在銷路來講還好的 如果我真的 銷路是無謂的 Dark那些是多了 我真的覺得 如果真的說銷路 要很集中精神看 其實我覺得福爾摩斯 算是要很集中精神看 福爾摩斯 我是看第二次才明白的 哦 因為第一次太快了 它的橋奪去 哦 撈不及了 哦 所以多些看身邊的人事物 或者看書 看電影的時候 自自然然 有一個這樣的 如何抽離轉化的意識 就可以幫到你之後 遇到的人生難題 可以這麼說 嗯 我早前看珍田園 它有一幕 是德川家康 叫他兒子 回去江戶線 他的兒子 問他一句 為什麼呢 然後德川家康發脾氣 跟他說 你自己用腦想一下 然後我心想 糟糕了 我也想不明白 哈哈 那是為什麼 他的橋段 之後是曾田恆川的父親出來解釋的 就是當年積田信長 他本人子之變之後 整個勢力是迅速化解了 之後被風神修吉 撿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本人子之變的時候 他繼承人和他一起掛起來 所以德川家康怕自己 萬一自己有事的話 繼承人和他一起死 所以就叫繼承人去另一個地方 就是這樣 然後我心想 我真的想不想到 我認識什麼風神修吉 德川家康 都因為小時候玩巨箱 所以認識這些 已經很聰明了 你認識得出這些名字 還記得 已經忘記了 我記得職田信長 職田信長的老婆叫龍基 是啊 我記得中學時有個朋友 經常搞一個爛劇 為什麼職田信長老婆叫龍基 因為他裝得很聰明 我記得一輩子 我記得一輩子 完全是硬來的 我記得一輩子 他只是吃了個龍字 沒有吃過姬子 我記得一輩子 他只是吃了個龍字 沒有吃過姬子 神經病 這個笑話是低過我平時說的 我記得一輩子 活到中下形象初冬 搞完這個gap 以前高登是會貼這個圖出來的 很多年前的高登 十幾年前 應該是08-09年的時間 還會貼這些圖 為何你令我活到中下形象初冬 當年高登是挺好看的 當年高登好看 這位姐姐有沒有上高登 沒有 不是這個年代 不好意思 好 電影來講 都 學到東西的 啟發性 講一套 深宵佳有集合見蘇格拉底 整件事很勵志 講什麼的 講什麼的 講個人在深宵佳有集合見蘇格拉底 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 你知道蘇格拉底的那份人 就馬上問他 這樣就不夠著答 很麻煩的 蘇格拉底 不加錢 他還要誇張 他還要誇張 我誇張 他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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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仔 是什麼戲來的 是一套極度不修得的電影 是哪個拍的 是外國人還是香港人 他本來是一些勵志書籍 你都是那些 那些 即是秘密拍了成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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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去到秘密 沒有去到那些 像那些天堂上的五個人那些 反而影響我幾深的一套戲 是叫做 百日冒險王 噢 那個 那個 叫什麼名字 這個男主角 Bang 不是 Bang 不是Bang Steeler 是Bang Steeler 還是第二個 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我不喜歡 但是挺好看的 其實挺好看的 他就是講 不知道為什麼是 做一個類似Times 還是一些雜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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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記到飛來飛去的 然後就 是 我想到YESMAN 這部電影又會 都遲 對 然後就是不見了底片 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到處走的 最後要上天下地去找一條底片 最後要自己帶著 我就會覺得很多東西 你不去行動 你不會知道 最終那個結果 都是你自己 或者是最終的資源 在你身邊 你都沒有發覺 所以我買這個什麼 白兵啤 凌真啞 這個是試的 我猜猜它 應該不用試錢 我剛剛計算完應該不用試錢 可能賺幾個錢 我記得高仁中學的時候 高仁和我們中學班朋友有看一套 高仁據當時的同學說 就看得睡著 但高仁看完之後 真的很棒 生命樹 然後我沒有去看 其他朋友說 你沒有去真的對 完全不知做什麼 生命樹是 你們一起去戲院看 我好像自己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自己看 但你就不斷說 這套戲劇真的很棒 生命樹是好看 但你說什麼我現在忘記了 但真的好看 那時候覺得好看 你再看都會覺得好看 但究竟看了什麼 看完之後你真的不太知道 真心的 這位導演永遠都是這樣 我看商業片 所以 她的戲 很多都是這樣 真的很好看 她每一格畫面都是畫 神經病 然後她的情緒又很澎湃 又突然有大爆炸 但是說什麼我真的 不要問我 所以戲或者書是人生 引發你自己的思考多些 剛剛講起 Steve Jobs本自傳 其實她有一個很主要的位置 她主要形容為何Apple會成功 就是Steve Jobs迫到工程才會黏 如果大家有印象 當年iPhone4的設計是很漂亮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她四條邊都是用鋁的金屬包著邊 所以是Diggo你可不可以打電話 因為全金屬包了信號出 不能打電話 那時候 Steve Jobs說我不打電話 總之我要金屬邊 你和我自己打電話 是逼到 基本上 不知道是有幾次 上台做Present 那時候未能真正完成過最終產物 有些是會刺 但都照樣去照樣 逼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都是我覺得值得學習的 試試去盡一點 那你會逼誰 很明顯的 當然不是逼天命 逼我 現在很盡 嘩 嘩 嘩 那是這樣的 不是 我都覺得 未夠盡 未夠盡 再來 未開始逼 我是通常逼自己的 我是逼自己去盡一點 在做事方面 我就試一下 試一下 屍體分工作 是屍體分工作多 這個是連登的會員名 沒錯 好 今集差不多了 今集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